美国方面最新民调显示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在七个摇摆州当中的六个 领先或与共和党对手特朗普打成平手 美国无党派网站库克政治报告 14号公布的这份民调 于7月26号到8月2号进行 询问了2867名有投票意愿的登记选民 结果显示一对一情况下 在亚利桑那 佐治亚 密歇根 内华达 北卡罗莱纳 宾夕法尼亚 及威斯康星七个摇摆州 哈里斯以48%的支持率 整体上领先特朗普一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 在密歇根与威斯康星 两人的支持率都是49%对46% 两地都有5%的受访者暂无投票意向 哈里斯在亚利桑那领先特朗普两个百分点 在宾夕法尼亚和北卡罗莱纳领先一个百分点 双方在佐治亚州以48%的支持率打平 内华达州是特朗普唯一占优势的摇摆州 领先哈里斯三个百分点 库克政治报告分析认为 哈里斯民调数据亮眼 得益于它巩固了民主党基础 并增加了独立选民的支持率 哈里斯将于16号在北卡罗莱纳 公布其经济愿景的细节 密歇根大学的一项民调显示 与特朗普相比 更多美国人相信哈里斯能够处理好经济问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